每天拿出一小时,你也可以上钻石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师会员 然后这个是YG的第六课 给大家来讲一下YG中期的一个节奏概如何去把控 首先先给大家讲一下中期思路 就是游戏的中期的一般是指15分钟到30分钟之间 这个时间点是打架最频繁,经济来源最快的时候 有很多学员前期打得不错 而且干客思路也很明确,可以拿到很多人头 但是到了中期就开始变得很迷,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到处跑又吃不到资源 打架刚出来就被秒,陷入一个很尴尬的节奏 所以说中期最重要的思路其实只有一个 就是不死,吃经济推塔,且去拿资源 这些是比较重要的 你只要去谨记,这中期少死,吃经济推塔拿资源就可以了 就这些点 然后首先第一个,控资源 作为一个优秀的打野,学会控地图资源是必须的 那么中期的先锋和小龙就一定是要拿的了 而拿资源的时机是你们很多时候把握不好的 这个其实最好不要去自己去偷 因为你偷小龙的话,或者偷小龙偷先锋的话 如果说对面有视野 除非是只要对面没视野,或者自己优势足够大 要不然你一个人在打的时候被对面包了 不但人没了,送个头,还要送条小龙或者先锋 所以最好是在中期一波成功的干客线上之后 叫线上的队友一起帮自己来打小龙或者先锋 会比较好一点 或者说在自己优势比较大的时候 叫队友一起来打会比较好 不要去自己一个人偷,这个很重要 然后再一个第二点,吃肚层 优惑中人对打野吃线有一个曲解 就是说觉得打野一定不能吃线上的兵 不然就会被队友喷 其实不然 你一波成功的干客后 帮队友把线推过去 他一个人带包破的话,最多吃两层 但是如果说你们俩一起吃的话 可以吃三层,甚至四层 而且肚层的经济是白给的 稍微赫安一点的队友都会让打野一起帮忙拆打 吃肚层扩大优势 这个其实现在打低分段的时候 队友也不会点我了 我之前打低分段帮队友拆打 队友一直在封锋给我拼信号,让我走 我不走的话就给我来个滚 然后我人就晕掉了 但我现在最近打低分段的时候 队友也不会太去 就我陪他一起拆打的话 他也会 甚至有时候有的队友会要求我过来陪他一起吃这个肚层 这样的话就很nice 这样我们本身就是因为肚层经济 本身就是两个人一起吃要来的快一些 然后再一个第三点 抓人 中期的抓人 实际上分为两点 中期抓人一定要紧记一个原则 这是第一点 帮优不帮裂 因为挖裂机本身就是一个比较脆的英雄 中期去帮裂时度的话 很可能被控制直接秒掉 甚至被一打二 所以说如果遇到对面打野在反蹲的话 那就更扎穿了被双杀掉 被双杀掉的一塔是难免的 所以在自己中期优势没有大到可以帮那条劣势路打回来的程度的话 我们就不要去抓 帮流势路扩大优势 然后和他们一起再去找节奏才是明智之举 然后再一个第二个抓人 第二个抓人是 如果说队友过早的结束的兑现期 那么我们就去做好事业 利用地厅数找机会抓单 这里一定要切记要去找能杀的人杀 因为中期的挖裂机抓脆皮顶起来就是一套 所以说抓到找节奏再去拿资源和防御塔 这样会轻松很多 去抓一些落单的人 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 我给大家准备了三个中期的素材 有两个都是劣势的 因为我觉得你们打中期劣势会有点难打一点 首先是这个是优势一点的 这个这局也不算特别优势 这局只有我 这局我们队友一般吧 这局也只能算是一个军事 因为人头比没有拉开太多 14比10的一个人头比 但这一局我自己优势也不是很大 因为我有的时候会玩蛇 这局就有点玩蛇了 这一局4比3人头比 然后去单杀狗头 这波单杀狗头其实有点危险的 差了一点 差了一个 他差了一刀平A的伤害 但是因为我这一波敢去单杀了 但是为什么就呃 我之前觉得他这波大招CD美好的 所以说我敢去和他打 因为他刚才在上路 我们在上一波 说他上路把大招交过了 所以说我觉得他大招CD美好 结果看开大我心凉了一半 但是看了一下伤害够 因为我挖过去 我落地打一个AQ 看一下伤害够 而且我比他高了一级 我想一下我11级两级大招 他10级 我凭什么怕他 我就冲了 这刚才打的也是一套标准连招 就刚才杀这个狗头的时候 然后继续去 残血不要想着直接回家 对面也去资源都要刷一刷的 我其实有时候打第一分段 比较喜欢玩蛇 就是像刚才就是 就比较 就感觉像打人机一样 把对面当人机打 不把那狗头当人了 直接就冲了 像这种上完之后 去吃一波线 玩机推线速度也是很快的 而且这种线是肯定要推过去的 很可惜落了个车就是了 然后走过去之后 只不过再刷一波 回家把黑切做出来 黑切做出来之后 打狗头就轻松多了 但我其实没必要 只追这个狗头胆 只不过别人我都很难找得到 这个赵燕已经不敢在野区 和我露头了 而且我现在13级 这个赵燕只有9级 整级差距太大了 他这把被我压得有点头晕 然后回家做个黑切 再做个不甲鞋 因为对面上中野加AD 有4个AD伤害 所以说回家直接做个不甲鞋 这把也没必要做攻速鞋 然后像这种没什么事情做的时候 我们其实可以去正常刷就行了 或者拿先锋 我这波是选择去找这个狗头了 因为我也忘了 这把和狗头什么仇了 然后后来 看到这个中单被追了 我们就直接闪现躲一下 这个叫什么大影精的E技能 因为如果IC有大的话 这波他肯定提前大了 这波他有大的话肯定早就开R了 所以我们这波能看到的控制 就只有一个大影精的E 我们这波走过来 大影精看到原地开E 我们就直接闪现躲了 结果看到IC往这边走 其实他不管往哪边走都会被我们顶着 顶着他就死了 然后再钻地一个Q一个R飞过去 但这波被诺手给W拍出来了 没K到这个头 不过无所谓 帮队友把线推了 然后继续去刷 这波看见艾克和赵欣在来Buff打起来了 然后过来把赵欣直接杀了就行了 这波就相当于过来捡了个头 你看这个反线Q都打出来了 就可以看得出来我有点玩蛇 再去刷个赵欣 这Q还没中 这波还没用飞过来一个大 其实这波我肯定死不了的 我在野区只要有隧道 这波旁边就有一个隧道 我可以直接转 转完这个隧道之后 我可以原地再另一个隧道 这波我无论如何都死不了 再转一个隧道 有两段超长异技能的位移距离 直接就溜了 这种从刚开局的14比10的一个人头比打成24比12 我们就慢慢给打回来了 这把分担比较低 所以说要打回来比较简单 其实这个游戏对于我来说 只要压到对面打野基本上就赢了 对面打野9级 然后我13级比他高了4级 那基本上他肯定就没法打 他也却完全没法看我 而且我等级太高了 可以把自己优势扩大给其他路 但对狗头这一波就没法和我打了 直接R过去 然后一个一一口啃死 有黑切之后就随便杀了这狗头 不像刚才杀起来比较吃力 有黑切之后就随便杀了 而且刚才我和那狗头 我只比他高一级 但这波我比他高两级 杀了他之后比他高了三级了 这一波慢慢也都给打回来了 去追这个爱惜 也去争得赞 其实低分段很容易把优势扩大 或者说把劣势给打回来的 就像抓单 因为低分段的人很容易上头 我给你们说几个细节 你们就能看得出来 就像是这一波 这一波就是这个AD上头了 这AD不可能去追这个艾克 不可能去追这个残血艾克的 因为他这边完全没视野 而且他看见我的一瞬间 他潜意识还是往这边走位 就他看见我一瞬间应该往后走 然后让大眼睛这个易中 然后我闪现到这个位置 这应该是一个完美的剧本 但是他还往这边走 我就不太理解他在想什么了 这就是低分段 白印黄金比较容易犯的一个错误 就是比较容易上头 容易上头就容易送节奏 对面下足双人主这一波送了之后 他们就要掉一个中二坦 你看这一波也是对面照信 在野区还敢和一个13级的艾克打 13级的艾克打他一个9级的照信 不是随便轻松打吗 好之后这个也是野区没视野乱进野区 这个照信就是 怎么也得开个扫描或者带点针眼 这都是一些要去注意的地方 这波抓完这个AD基本上游戏就结束了 我们把人头比扩大到一倍多了 因为一开始我们只比对面多了4个头 14比10 现在30比14 这波直接回家 对面就这时候对面就已经没法打了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其他两个 其他两个是比较劣势的 而且是我自己比较劣势的 首先这局 这局是已经中期偏后期了 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 这一局我人头比是3比3 然后我们总体人头比是16比25 因为我们这边本身就是劣势 而且我人头比是3比3 就我自己也没有多大优势 然后低听数 看了一下 像这种时候肯定要去围绕大龙打的 这时候优势不大的时候 肯定要去围绕大龙打 去大龙做视野 然后首先我们先去把这条小龙拿一下 稍微劣势一点的时候 控资源是必须的 把小龙拿完之后 然后可以去考虑推下的 或者去转中路 但是一定不能离大龙太远 就作为一个打野 这个时间点 一定不能离大龙太远 然后继续去大龙做视野 我们这边没有扫描 就只能去上辅助来去做这个视野 我们扫描刚才上一波刚用过 像这种诺手带线可能就可以去抓了 虽然说上面也却没什么视野 但这个这种是肯定能抓到的 这诺手在现在有点太深了 而且我们五个人一直是抱在一起的 直接把这个诺手咬死 然后之后可以去大龙去做视野 这时候不要打大龙 因为我们上半野区视野太差了 这时候一定不能打 先把视野做好 把视野都排一下 给对面压力就可以了 然后排完视野之后 利用地听术看一下对面的位置 对面又过来做视野了 我们这波人有点散 所以就没有直接和对面打 而且辅助也没有上去开的打算 好这边中路 薛鬼和老鼠抓了一个黄子 这个黄子EQ有点寒 他EQ没有 这个人其实应该直接 他可能是这时候EQ还在CD 然后EQ好了 他还想回头 其实他走也走不掉了 薛鬼Q加点火 然后我们这波就可以拿一个中二塔 因为对面打也死了 而且对面中单被我们家鳄鱼给杀掉了 那我们这波就可以拿到一个中二塔 甚至拆一个高地 因为对面一个诺手是守不住的 对面只剩一个辅助了 剩一个辅助可以上单 但想了一下这波还是稳了一点 然后我是这一波 我是想和队友一起蹲一波的 所以我给他们点了信号 在这个草里给他们点了一下 让他们走过来 像这种时候 对面辅助肯定会过来做视野的 所以说 这个时候你要主动和队友沟通 在自己这边劣势的时候 主动和队友沟通 去在野区打反蹲 这边有个真眼吧 真眼排了之后 然后看他们俩在推线 我们可以先不用走 等他们过来就行了 像这波 他们俩把这波线吃了 肯定会走过来的 等着牛头过来 他们肯定要做大龙视野 因为现在小龙已经掉了 而且下路的线是往我们这边压的 所以说我们 只需要等他们过来做一个大龙视野 蹲到这个牛头 直接把牛头秒掉 之后 然后留一个异技能钻过去 再顶诺手 把诺手杀掉 这波都不需要开弹 直接把他们俩全杀掉 杀掉之后我们就可以上一个中路高地了 因为刚才上高地是有点难的 有一个牛头加一个弱手 但这一波牛头和弱手全死了 我们就直接上高地 走过去闪顶瑞兹 然后配合薛鬼的伤害 直接一套秒掉 像这种只要闪现顶起来 队友随便跟点伤害 我们自己的伤害也足够高 一个一啃一口 然后一个大招 直接就杀掉了 然后把对面中野杀掉之后 再去把这个高地拿下来 拿下高地之后就可以去大龙了 像这种大龙就特别稳 虽然说我没惩戒 但是无所谓 因为皇子还没有复活呢 这个时间点 大龙拿下来之后 把自己的上半野区全刷掉 刷完之后回城 然后补下装备 继续去下路 有的时候队友 因为这波我们是已经把优势打回来的 有很多时候队友 拿到优势之后就比较喜欢去玩蛇 就按着薛鬼 拿到优势之后就去送 我们这一波正常应该去 鳄鱼去推下路的话 我们四个人转上路 因为中路水晶已经拿下来了 或者说鳄鱼去推上 我们四个人下 或者我们五个人一起推过去都可以 但这个薛鬼一个人去中路送了 那没办法 我们就一个人去下路 那薛鬼带着队友送了一波节奏 这波我和鳄鱼也没有办法去二打五 没什么办法 但我看鳄鱼上了 然后我准备去上一波 但后期的挖掘机 我这波是没有惩戒的 惩戒刚才交掉了 后期的挖掘机其实没有惩戒 也没闪现这种挺难摸得到人的 他们俩疑速都比较快 虽然我顶起来了 但诺手交了个闪 如果这一波再给我A一刀的话 这诺手就死了 但很可惜A不到 然后我们就锐自交闪 我们连续两个隧道赶紧滚 没办法打扰了 因为刚才打不出来满怒 是没伤害的 一啃一下没有伤害 我们就没必要继续追了 刚才也没必要用这个春哥和弱手强行换 因为我刚才如果说 直接R弱手的话是可以杀他 但没必要用一个春哥去和他强行换命 因为我们这个春哥下一波团可以用处更大 而且下一波团斗手肯定也复活了 我们再去拿一条火龙 拿一条火龙集合推下 其实这波集合推下 是上一波就应该做的事情 就鳄鱼去带上 我们四个人去推下路 但是因为刚才薛鬼带着那两个人送了一波 所以说节奏会慢了一点 我们这一波直接远距离Q消耗 薛鬼直接上了 这个瑞兹肯定死了 我们没必要开大冲过去浪费一个大招 直接先顶黄子 把黄子配合队友杀掉之后 再去杀牛头 因为刚才薛鬼给瑞兹挂大招了 我们就没必要再去杀这个瑞兹了 他肯定死了 然后下路水晶拿掉之后 再去转上路 杀这个弱手就行了 我是准备直接去拆塔了 直接去给推了 这一局就也结束了 因为有很多时候队友会去浪断节奏的时候 你可以允许他们送一波 因为刚才中路高地掉了 你可以允许他们送一波 但如果他们连续送的话 你可以点投降威胁一下 还是不管用的话 那就点了吧 因为这种没什么办法 然后还有一局 这一局是我自己一个人优势比较大 然后队友下路是比较劣势的 那这局也是我们一直在嗨 而且这一局 其实一般的劣势路都是 其实一般劣势打出来的劣势都是下路比较崩 然后辅助做不出去视野 我们也去视野比较差就比较难打 你看这一局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自己一个人等级很高 我有12级 我们家中上都只有11级 就我一个人优势比较大 然后这边Q了一下这个火难 发现对面人很多 那我们就先撤 这个黄子有点上头 他10级的黄子 敢这么宠我们的脸 直接走过来 因为我还留了一个意气呢 所以直接把黄子秒掉 然后再回头杀这个德爱文 德爱文直接开技能冲到我们脸上了 这一波 我们有黑切在手里 这黄子敢直接EQ上来 肯定就是送了 因为我还是一个满血的状态 而且就算给他EQ的 他队友也跟不上 而且他又没什么伤害 他前期也却被我打崩了 要不然他也不可能会被我压两级 这波顶起来之后 AQQ 然后一个E技能啃一口一个大 穿过去 直接把它给秒掉 然后之后 我这波一直没有用挖地洞的一个E技能 然后最后 大完之后直接钻地 留E技能跑 然后顺便把对面阵型分割开 之后 德爱文来追我们 我再回头把德爱文杀掉 而且队友也都赶到了 这波正面对面就已经炸了 然后之后去下路带一波线 把下路这个塔拿掉 然后顺便去偷个红 偷完红之后我发现黄子复活了 然后再顿了一下 但这波没有大 如果有大的话 他就又死了 没有大 有大的话 R过去一个E啃一口 他就没了 然后这波会去刷自己的下半野区 刷完之后 再去顺着刷上去就可以了 其实这个红本来不太想给AD的 因为他其实没什么作用 但想到想还是给他了 实际上这种队友有一点优势就比较喜欢去嗨 因为我刚才刚用命去打出来一波优势 但队友就又去嗨了一波 又送了一波这个武器 然后我们这边看见黄子在丢先锋 然后而且他直接EQ去刷蛤蟆 那我们就可以去抓他一下 直接E钻过去 惩戒顶起来 他直接盖了一个后面的蛇女 不过没什么关系 他被蛇女给杀了 然后我们再去继续去正面战场 像这种王虎男脸上突是很容易中Q的 没办法 但他肯定死了 一个A接E 就这个位置我们是没必要去追盖勒的 肯定要去追火男 但E到火男脸是太容易吃他Q了 不过也没什么关系 把这火男也杀掉了 刚才亚索和德莱文不在正面 所以说他们正面也没法和我们打 把这波线亲过去 然后刷对面一个F6再去把小龙吃了 这是我之前常跟你们说的吃资源 你看我的等级一直是全场最高的 我14级 我看能不能切到我TAB的手 哦 错过了一个 大家注意看我14级 然后我们家上单等级也挺高的 他在13级 就因为我等级高 就是因为前期自己在野区拿到优势了 而且我一直在刷F6和石头人这种野怪 经验会堆得很高 对面黄子子有10级 这种德莱文都不一定打得动我 虽然说我没有做太多护甲装备 我只有一个护甲鞋 但德莱文也打不动 因为他等级太低了 他只有10级 我比他高到4级 那我这波直接闭 这时候就可以去大龙附近抓机会了 这一波 我记得这一波我是好像失误了一波 这波白交了一个惩戒 然后导致后面大龙没有惩戒去抢了 这波你们可以注意看一下 这波有点还打的 我是在这个位置白交了一个惩戒 本来想去杀这个亚索 但是想了一下 如果说我一转过去的话 会被火蓝EQ到 所以说就没有去 如果说亚索一个人走过来的话 我这波交完惩戒 肯定可以把这亚索秒了 但是火蓝能EQ到我们就没去 然后这惩戒也浪费了 他们这大龙打的速度还挺快的 然后我们这边没有惩戒 我当时正在想怎么办 我这个惩戒不该用 然后再想我溢下去能不能抢到 想了一下感觉不太现实 但是看了一下黄子死了 然后这时候我当时大脑飞速运转 我想了一下可能有机会 然后我就下去了 下去之后像个寒皮 人就没了 这波我也没想交闪了 因为闪现最好留着到后面 到中后期闪现肯定要去闪顶杀一地的 因为他们得来文还比较肥 因为他们唯一一个比较肥的点就是下路 就得来文 但是我刚才这个位置闪顶 也闪顶不到得来文 下去之后 上一杯打得太快了 大招也没有交 就没了 就顶到一个盖轮 却我这波交大 意义也不大 就只是能拖两秒 也闪顶不到得来文 然后人就没了 就只不过我惩戒交太烂了 刚才那个惩戒太烂了 如果惩戒没交的话 这条龙就抢到了 回家补下装备 但很好 刚才队友正面打下来了 就很不错 如果说队友正面没打过的话 就崩了 但其实他们敢开大龙 有点没想到 因为他们猎势很大 没想到他们敢开这条龙 这边 直接转过来 看见一个火难 顶起来之后 AAQ 直接秒掉 秒掉之后 去把他们红翻掉 然后这边看见一个亚索走过去了 因为刚才我地听树看到亚索了 然后直接转过去 顶起来AQ 把亚索秒了 我这波本来想把红打了的 但看武器过来了 我就把红给他了 因为他血量比较差 他有个红buff可以回血 然后我血是可以回上来的 这波杀黄子 顶起来之后 AAQ一个E 再大招飞过去 然后再接第二个Q技能又好了 再接一个AQ 你像后期黄子有血手的话 也是一套秒 因为我等级比他高太多了 他还给我挂了个红成键 但E不是很大 AAQ之后 然后提阿玛特 接E 啃完之后直接截大招 截大招 把血线打到很低 然后第二个Q又好了 直接秒掉 然后我们就可以上高地了 这波上完高地之后 这队友又嗨起来了 这武器 我们正常推的话 等兵线是可以推掉的 但这蛇女也是 打得有点嗨 我这波在等德莱文 因为我觉得他会去追这个女警 这有个残血女警 这残血女警 德莱文一刀就没了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会去追这个女警 女警溢下去的 我觉得他可能会走到这边追女警 我就直接等了一下 又上来 然后一口啃死之后 然后再钻地再挖出去 因为刚才地厅树能看得到德莱文的位置 这边中路高地 我是回城直接去追了这个盖伦 因为我想了一下 如果说我回城 买装备再去追他的话 肯定就来不及了 我是直接回城去追了这个盖伦 而且我是绕野区去追他的 再一个 因为我觉得他可能会去刷我的红buff 所以说我直接去我的上半野区了 而且我这波也买不了成哥 我就没有去浪费那个时间去买装备 直接追这个盖伦 顶起来之后AAQ一个E把学手打出来 然后这波要开大去追他了 一个QR 他交闪这个实际交得很差 再打一个Q接E 他人之业没了 就两套QE 到后期就两套QE 这盖伦其实也算比较肉的了 因为他这个血看着就很肉 但是在我们面前就只有两套QE的伤害 他这个大招其实开的 不是他这个闪现其实交的比较 寒皮 直接在我们把我们大招带过来了 他如果这个闪现是在我们大招之后交的话 他还有点机会 其实也没什么机会 我再钻地闪顶他 他一样还是死了 然后打两个满路易 两个满路易就是一千真伤 他完全顶不住我伤害的 回家把春哥做了 然后再去把自己去杀完之后 吃掉资源 就配个队友直接一波过去 像这种就是抓得来文比较好抓的 抓路单AD比较好抓 卡视野 这种走过去 因为我从这边走过去 得来文还在清这波兵 他这个地方肯定就没有视野了 我这波扫描都不需要开 我从这边正大光明走过去 得来文还没有走 他还在清兵的话 他肯定就没视野 走过去 红尘界减速 我这波打的不太好的 是因为 吃了火难一个EQ 我其实应该直接开大的 我想省一个大招 我本来是想 一个E把得来文啃死之后 省一个大招 然后闪顶火难 再把火难杀了 但是吃了一个大招 而且大招 因为大招只有6秒 6秒之内 对对面英雄招生伤害 才能继续去R这个人 所以大招还打不出来了 稍微有点可惜 这波就差一个E 因为被得来文E给弹开了 如果这个E啃刀的话 然后钻D 之后再闪顶火难 AE刀一个E 一个大 这火难也没了 但剧本很好 但很可惜被火难E刀了 被火难Q到了 应该果断一点 交大招会比较好 然后这波就只能先撤了 还浪费了一个春哥 是最伤的 这波是我们的大拢 然后 我这波 直接交大了 直接交大把火难杀了 要不然自己就死了 没有怒气的回血 这波就死了 这波还是一样 吃了火难一个EQ 因为我在地底形态 只有扫描能看到 就勉强能看到 他们是谁是谁 就能看到他们的模型 但我不能确定 他们是什么 是什么英雄 而且我必须要在地底形态 能把他们顶起来 我地表形态的话 走到他们脸上 是没什么意义的 打先手也是 顶不起来 没有击飞 不能让我们把伤害打全 所以这一波 但是吃了他一整套 我这波是顶起来之后 一个EQ直接凯得大 要不把他杀了的话 我就没了 就要被 因为我不把他杀了 没有这个怒气的回血 配合凯旋的回血 我可能就要被他被动 给烧死了 那还好 这波我把火难给杀了 想玩一击后期大招 伤害特别高 这个半血的火难 一个大就直接能给灌死了 他还吃了那每一个大 他应该是三分之一的血 被我一个大直接给灌死了 然后我们拿大龙之后 就直接一波推过去了 看一下 后面好像就没什么 后面打架都是有点 没有意义的那种打架了 这波也是刚才的一个阴险位 直接一钻过来 减速顶起来之后 AAQ 一个E的真伤 直接把火难吭死 然后再拆下落水晶 这之后就一波掉了 想不被火难 其实这个闪顶有点失误 因为想不被火难EQ的话 最好是闪顶 就是直接一波推掉了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阵容还是比较劣势的 但到后面都是靠自己优势 慢慢给打回来的吧 这把死也比较少 只死了两次 所以说等级也比较高 今天第六节课差不多就到这了 其实中期主要的节奏 我觉得中期最重要的就三点 你们只要记住三点就行了 一个就是少死 再一个就是抓落单的英雄 抓那种你们能去杀的落单的英雄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控地图资源 大龙小龙以及峡谷先锋 再就没什么东西了 中期队友喜欢浪的话 你可以点头相威胁一下 因为你前期好不容易带起来的节奏 队友一定要送出去 那肯定不太好 行那今天这一课就到这了 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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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见到这个好的 Literally 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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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